天生梦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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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 偶然的机会 看了整个一个故事 我觉得它的起起落落 还挺有代入感的 就会让自己愿意去尝试 这样的一部戏 为演员这个行业它的魅力就在于随时都可能有奇迹发生 一开始我是学审计的 但是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我不想不喜欢这种工作 因为就是正儿八经的上班 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呢当了一段时期的平面model 后来我就觉得拍平面也很无聊 那后来正好有机会就是开始慢慢拍戏 就一直拍 就我觉得这是我愿意去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说可能说我哪部戏演的好 哪部戏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演的 在我看来没有区别 我喜欢演那种表面上是叼锒铛 但是其实思想比较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情感 独公子算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 我进这个圈子的目的就是想去演一些我喜欢的角色 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我并没有太大介意 因为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生活 演戏这一行啊 每个人的机遇真的不一样 我最大的标准就是开心 有很多我周围的朋友 条件比我好很多 专业的能力也比我好很多 但是他们没有等到他们所谓的机遇 他们一直没有放弃 他们每天都在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现在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可以去挑选一些剧本 喜欢的角色 我的粉丝支持我 然后呢 还有父母也特别支持我 我觉得就是我的初衷已经达到了